大家好,我是Lisa,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期视频里,我将教你如何利用家中现有资源 制作出蒙特索利经典教剧中的日常生活类手抓和手捏相关的玩具 同时,我的孩子Alex也会在视频中教你如何在家玩转这些游戏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那么我的视频是教你如何在家结合蒙式理念与传统理念融合在一起轻松带娃的 如果你希望看到类似相关的视频,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啊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的任何一个视频擦肩而过了 好的,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蒙式日常生活类的教具 它是指让孩子通过运用平时周围生活中的工具 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他人以及照顾环境 从而促进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 发展他们的小肌肉的精细动作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那我们就从一而南,从今天的手抓和手捏类相关的游戏开始吧 第一个游戏抓取空心粉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托盘 两个碗 碗的大小最好一样 和一些适量的空心粉 记住空心粉一定要放在左边的碗里 这样摆放可以让孩子知道事物是从左向右开始的 然后从左边的碗里抓取一把空心粉 放到右边的碗里,重复多次,直到空心粉全部移到右边的碗里为止 如果没有空心粉,我们可以选择小块的乐膏 小豆子,小珠子等一些小物件都可以完成这个游戏 接下来,我们再将空心粉从右边的碗里抓到左边的碗里 直到抓完为止 如果是小宝宝,建议妈妈选择相对大一些的物品 以防孩子放入口中 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 可以选择更小的物品来锻炼他们的小肌肉精细动作的发展 第二个游戏是抓玻璃球 首先需要一个装有玻璃球的碗 这里边如果实在没有玻璃球 也可以选择小珠子,小豆子,甚至小块的乐膏块,都可以来完成这个游戏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玻璃的瓶子,或者是小花瓶也可以 甚至是喝完的玻璃饮料都可以,放在右边 如果实在没有,我们也可以选择平时的塑料容器作为代替来完成这个游戏 接下来,我们将从左边的碗里取出一个玻璃球 慢慢的放入到右边的玻璃容器中 请记住,这里边我们还是要从左开始 继续让孩子认知事物是从左向右开始的 而且在这个游戏中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当玻璃球接触容器后,会产生清脆的声音 这也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从而增加他们对玩这个游戏的极大的兴趣 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对周围的各种声音 是非常的敏感和非常的好奇的 接下来,请用两只手扶住容器 慢慢的将玻璃球倒回到碗中 这里边请记住要用两只手哦 因为孩子的手还是比较小 一只手做起来非常困难 也会容易将容器打碎 第三个游戏是投掷吸管或牙签 首先需要准备一定数量的吸管放在左边 然后需要准备一个带有盖子的小罐子 上面要扎一些孔 这里我们叫之前的游戏增加的难度 不再是全手抓物品了 而是利用拇指和食指捏取吸管 并准确地投掷到孔中 来锻炼孩子的小肌肉精细动作的发展 和手眼的配合能力 这里如果是小宝宝 可以选择粗一点的吸管 或是选择多种颜色的吸管 以增加孩子的对游戏的趣味性 如果是大一点的宝宝 那么这样的吸管刚刚合适 接下来的工作是 将吸管一个一个从孔中取出 放回到左边 全部取出即完成游戏 如果孩子喜欢玩这个游戏 也可以重复很多次 如果他不小心将吸管撒在桌子上了 家长一定不要指责孩子呀 而是慢慢地演示给他 如何放回到托盘中 并引导他完成此游戏即可 如果孩子已经掌握了吸管游戏的方法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来挑战一下牙签游戏 方法是类似的 但是容器的孔会变得更小 而牙签也会变得更细更小了 对于孩子而言 手指提取和精准的投放 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了 那么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我们可以使用彩色的塑料牙签 或者使用彩色漂亮的小碗 来装这些牙签 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这些材料的链接 对于初次体验这个游戏的宝宝 我建议家长可以少放一些牙签 当孩子完全掌握了方法的要领 家长可以增多牙签的数量 来提升他们的专注能力 如果你们的小宝宝对这个游戏不感兴趣 或者觉得太难了 家长千万不要强迫孩子一定要完成游戏啊 把他们放回去 然后过几天再拿出来尝试 或者让宝宝继续先玩之前的吸管游戏 因为每一个宝宝的程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家长不必要太着急 我们平时要多观察孩子的进度 跟随他们的发展就好 而另一个游戏的亮点就是 当牙签全部投放到容器后 家长需要演示给他们如何拧瓶盖 以及如何将牙签倒到左边的碗里 如果是小宝宝 那在这里可能需要家长的一些协助了 如果是小宝宝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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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的游戏叫扎图丁 首先我们需要煮的一些图丁放在左边的碗里 如果家里没有彩色的图丁 可以选择普通的图丁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小的再加平时垫盘子的托盘 将其放在右边 我们需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个图丁 拿起来给孩子看 我们可以说看这是图丁 它的底部是尖尖的 然后我们将图丁慢慢的插到托盘上的任意位置 重复同样的动作 直到图丁都扎到右边的托盘上为止 如果是小宝宝在操作这个游戏 家长们尽量要在旁边观看 以保证图丁不会扎到宝宝的手指 同样也会避免孩子将其放入到嘴里 那么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引导他们用图丁扎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最近正在学习字母啊汉字啊 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扎出自己喜欢的字母和汉字 如果是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宝宝 我建议呢妈妈可以放入少量的图丁 扎出平时孩子喜欢的图形 比如说爱心啊 方形啊 或者三角形啊等等 因为孩子一旦接触他们熟悉的食物 他们就感到非常的亲切 这样他们也愿意玩增加他们的兴趣 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重复很多次 完全取决于孩子的兴趣 接下来的过程中 我们会将托盘上的每一个图丁 慢慢的拔下 放回到左边的碗里 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 家长可以为了增加他们的兴趣 还可以在硬纸板上画一些特定的图案 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蜘蛛网啊 南瓜啊什么的 让孩子根据图形来扎这些图案 丰富这些游戏的内容 如果在整个过程中 孩子真是不是很感兴趣 那么家长呢 也不用担心 更不需要强迫孩子 一定要完成这个游戏 可以先让孩子尝试其他的游戏 把这个游戏放到旁边 等过些日子 我们再拿出来 让孩子重新体验 有人讨厌 一个游戏 还有一个游戏 游戏 你就先用来 怎么样 愁 你不需要担心 你就可以 跟孩子 优优求 你看 我 你 我 我 再拿一套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君 下一个游戏是夹夹子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小桶 或者小碗也可以 和一定数量的量一夹 我自己家里推手两种的 分别是大的 和小的 如果是小宝宝 我们可以选择小哥的夹子 因为夹起来省劲一些 如果是大宝宝 我们可以选择大的夹子 因为孩子的手部 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了 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要拿起一个夹子 给孩子演示一下 如何打开和观赏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要说打开 观赏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然后我们将夹子 夹在小桶的桶壁上 以同样的办法 轻轻地加上所有的夹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游戏 比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游戏都难了 因为它不仅要求孩子需要捏住夹子 还需要它们用拇指和食指一起配合 用力地打开夹子 不断地去重复这个游戏 可以使它们为后面学习 如何使用筷子呀 镊子呀 等这些小工具做好准备 那么在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也会重点向大家介绍 如何教它们使用这些家中常用的工具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逐一去把每一个夹子打开 放回到桶中 在夹子放回到桶中的过程中 它会撞击到桶壁 会发出清楚的声音 这也是激增孩子玩这个游戏的兴趣点之一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的 幼儿对于周围的环境和声音 是非常的敏感和好奇的 那么在这个视频中所有的材料 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的链接找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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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的孩子喜欢哪一个游戏啊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将教大家如何利用家中现有的这些小工具 制作出更加好玩的猛式教具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